好 你就别操心了 姐 我跟你说啊 我 我过几天 我 我就回不对了 真的 对了 爸呢 您让他接电话 我得给他老人家好好汇报汇报 他刚睡下 那算了 就让老爷子好好睡一觉吧 要把他给吵警了 他肯定得骂我了 小春山 该做检查了 来了 姐 我要做检查了 那先不说了 你也保重啊 照顾好爸 挂了 你身体里有两颗藏得很深的蛋片 直径大概在零点三到五点五毫米之间 我们现在推测是这两颗蛋片 压迫了你的脊柱及附近神经 才造成你的背部疼疼和下肢障碍 那 那医生 我还能痊愈吗 我还能站起来回不对吗 这要看后续的手术效果 那 那什么时候手术啊 我说医生 什么样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到 我说医生 说实话 我们医院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手术 脊柱神经非常丰富 如果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那北京 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手术 我没在那边的医疗系统呆过 应该可以 毕竟那边的医疗条件好 厉害的大夫也多嘛 那是不是现在尽快回去手术比较好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们当然是鼓励尽快手术 毕竟保守治疗治标不治本 而且 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是 这样 你们再考虑一下 我先去看看其他病人 部队这儿 医疗条件的确有限 不过你放心 我一会儿给我之前的同事打个电话 让他们帮忙联系一下专家 让专家再好好看一下 一定会好起来的 小梅一说了 没什么大事 你就甭下担心了 好吗 我心里不踏实 春生从小就不让家里人担心 这磕了碰了也不跟家里人说 云南这么远 我怎么知道她说的是实话 春生骗你呢 小梅还能骗你呢 小梅还不是听春生的 你就别瞎操心了 那就是虚惊一场 你就别老自己下扶自己了 你明天你休息 你要不咱们出去转转 省得你跟家里做老瞎拙 你不想脱了 你先去哪儿 来 春春 雷哥来了 坐 坐 你怎么样 我挺好的 你慢点 慢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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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哥 是水果 我跟你说 这水果可是国华送的 不吃白不吃 春春 看来这以前 我还真是误会咱们排场了 你不知道 那天我们两个啊回去找你 正好碰上敌人火力压制 这排长跟不要命了似的往前冲 刚才听见雷区引爆的那一下 那么跳汗子 就为了你竟然趴在地上哭 你这个朋友啊 屌子直 那当然了 我跟国华可是从小到大的交情 哪个我说你这人吧 以前就总爱门缝里看人 把人都瞧扁了 我跟你说啊 本杂康复了 回军营了 你得好好配合他工作 不过国华有你这么个兄弟 你也挺值得 你还不知道吧 现在外边都已经传开了 什么事啊 国华呀 排长独自一人 冲进敌人阵营